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男子买房后第二天房价暴涨40万 房主欲反悔拒不腾房 男子该如何维权 签完合同之后 他又给我加三万块钱 车位让他使用一年半 因为当时是您主动也答应了这一切条件 只为了得到这套房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是 他反悔你反悔 你们双方都生活在反悔当中 男子歇女儿参加亲子比赛 撞伤其他选手 夺冠后主办方要他承担医药费 还取消其获奖资格 主办方的行为是否合法 那您女儿多大了 我今年40多了 我女儿今年20 你20岁的女儿 对你父亲的而言 她是孩子 但是对公众而言 她是大人 那我闺女还是我闺女啊 剪裁城一家店铺莫名起火 除了火事蔓延至男子店铺 受牵连 损失百万 事后发现 剪裁城存在违规改造 她的巨额损失谁来承担 我们私下跟这个市场方 进行过协商 市场说自己没有责任 你是受害者 市场也是受害者 要赔偿的是一号赏 和解是分清是非基础上 达成的谅解 现在是非你们没有分清 你们之间没法谈 每周三晚9点15 顶级咨询用法律解决问题 大家好 我是李爱 欢迎收看大型法律咨询服务节目 顶级咨询 我们现在社会呢 可谓是越来越智能化了 很多的智能机器人呢 已经在慢慢地取代人工 我们今天有一位求助人 在智能机器人身上呢 看到了商机 但是他不仅没挣到钱 还差点赔钱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 四位全国知名的大律师 欢迎你们 律政强威崔爽 演员金巧巧 名誉侵权案代理律师 擅长合同法 公司法 以及知识产权法 法政男神月深山 曾代理六小灵童 肖像权侵权案 擅长各类民事诉讼 和公司业务 航空界第一律师张喜怀 擅长航空领域及婚姻案件 代理王宝强离婚案 李天一案 世界首例水污染空难索赔案 行变传奇前列扬 主要职业领域为 刑事辩护 刑事诉讼 曾代理刘晓庆公司涉税案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珍 涉嫌受贿 滥用职权案 等多起国内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 欢迎收看 大型法律咨询服务节目 顶级咨询 好 我们马上有请第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姓钟来自广东中山 请说出你的困惑 因为家庭的原因 我们一直想拿着打工存下来的十几万 来自己创业 2015年11月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洗车机器人的广告 广告上宣传的洗车的效果非常不错 于是呢 就发了约总共十万元 向这家公司买了这台 四合一智能洗车设备 但是在使用之后 发现这个机器洗出来的车 根本就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 还有刚刚装好的第五天 就出现了质量问题 之后几乎每个月都出问题 出问题之后 他们的处理态度 也很不积极 再有 这个公司呢 有一个商圈保护 就是说承诺 一线一家的政策 避免恶性竞争 其实事实上 在距离我那里 导航2.8公里的地方 就已经又有一家在经营 总之这一系列的问题 导致我的洗车店 无法再正常经营下去 今天来就想咨询各位律师 我是否可以要求退货 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 谢谢 所以现在您提供的证据呢 是 这家店在网上给予的 这个广告 是吧 然后以及你们的签订的合同 你能说一下是有什么质量问题吗 就仅仅用了五天 就出现那个机械臂撞车 报修了以后 他是怎么来给你处理的 我是直接打给发明人的 打给发明人说 这个问题我们还在查原因 还在开会讨论 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直这个问题 没有来给你们做解决对吗 没有 但是你的这个还能使用吗 不能 就是不能了 我们一直就是关门的 那你有没有看到机器的外表啊 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标志 标识 生产厂家 P4号这些都有吗 有 上面都有 生产厂家是卖给你设备的这家公司吗 它的名字跟这个设备的名字不太一样 设备一再出现这么多问题 你有没有去给设备做个什么检测呀 我没有 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反 跟他们反映 发微信发短信 然后包括打电话 那你每次跟他这报修都有相关的记录吗 他有 他每次来来来维修都有开一个维修单这样子 这个维修单需要你另行付费吗 就是每一次师傅过来修 就是我们要支付他的吃和住 就差旅费用是吧 对 就是这样子 你刚才提到一个说区域保护的话是一线一家 就是说一个县级的这个行政区划内就有一家 那你说你第一导航说2.8公里出去有一个 那家是属于另外一个县吗 还是在你们县里边 属于一个镇 那你看到了那家洗车店所用的设备和你的这个设备是同一个品牌 一样你的洗车房的名字是用的他的这个名字吗 哎 对的 刚才说到 哎 在一个县不能出现第二家 哎 他要保护这对 这有没有写进合同啊 合同没有写 但是在网上的宣传是有 如果没写进合同 我想厂家完全可以说 哎 我虽然跟你承诺了 但是有特殊情况我也就给他安装了 还有你刚才说到一个质量问题 厂家也明确 合同写在里面 一年免费维修 那他为您维修就可以 其实我们看完这个合同 还有您刚才提供的这个企业 目前他的宣传来看 就他这些宣传的说法 无论是他的这个模式 还是他的投入 他的保护 包括他的专业队伍 其实他不单纯的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尤其是结合他的宣传 他更像一个特许经营 他会给你统一的模式 统一的设备 统一的装修 统一的选址 然后统一的操作模式 和操作的手册 去进行操作 这就叫特许经营 那如果是这种合同关系的话 其实对于特许人 也就是合同的相对方 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他达不到一定的要求 你是可以解除合同 这是有法律的规定和保护的 其次呢 假如说真的要是去起诉的话 在诉讼过程中 还要申请相关的质量鉴定 找哪个部门去鉴定这个机 如果是在诉讼过程中 申请鉴定的话 那么法院会通过 你们双方共同选择 或者是摇号的方式 在你们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 备案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 从那个里面选取或者抽取 所以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不对 就是得去法院告他才行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还挺想提醒一句的 我也知道肯定有电视机前 有很多的家庭 在创业的时候 希望说找到一个 一定能挣钱的事情 但是世界上真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和任何一个企业 能够保证你 说只要用了我们的产品 或者是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你就一定能挣钱 如果说了这样的话的人 恐怕也不太诚实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好 我们求助于法律 来把这个问题好好地解决一下 接下来 祝你们赶紧地 开始新的生活 好 好不好 好 谢谢 非常感谢顶逼咨询这个平台 今天咨询的四位律师 让我找到了方向 回去以后 会就质量问题起诉商家 解决我困扰已久的问题 谢谢 在请下一位求助人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小片 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过去三十年里 李女士一直都生活在 丈夫频繁家暴的阴影里 为了两个女儿 她无奈选择沉默 不敢反抗 即便这样 她还是通过四处打工 省吃俭用 将两个女儿培养成才 今天 在小女儿的陪同下 李女士终于鼓起勇气 来到现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叫小冯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山西太原 大家好 我姓李 我是她的母亲 请说出你们的困惑 今年 对于我们家来说 本该是一个高兴的一年 因为今年 我大学毕业了 我姐姐研究生毕业 而且今年年底 我姐姐就要和她男朋友结婚 但是最近 我妈做出一个决定 她一定要在 我姐姐结婚之前 结束和我父亲的婚姻关系 因为 我们遭受了我父亲 将近三十年的家暴 在这三十年里 我父亲从来没有 经过对我和我姐姐的抚养义务 而且 一言不合就会打骂 我妈曾多次跟她说过 想要离婚 但是每一次 提起离婚这个事情 她都会拳脚相加 所以今天 我带着我母亲 来到节目现场 就想咨询一下 各位大律师 首先 我妈要和我爸爸离婚 我父亲不同意 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二 今年年底 我姐姐就要结婚了 但是我父亲扬言 她要去婚礼现场破坏 我们应该如何去维护 我们的合法权益 第三 我和我姐姐 能不能跟她 断绝妇女关系 我能先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李女士希望在 自己的大女儿结婚之前 先离婚呢 为什么要选择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因为家里头要 新来一个成员了 不希望你爱人 这样的状态影响到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有这个原因吗 对对对 她有什么好呢 她反对这个婚姻吗 其实我姐姐的男朋友 无论是从学历 工作 还是家庭条件 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父亲 你就说她 她就没有任何原由 我想不出 她有任何理由 来反对这件事情 但她确实就是反对了 她这个人的性情 就是这样子的 看不得过得好吗 我觉得没有办法跟她 就是讲通这个事情 我想问的就是说 你妈妈说已经结婚30年 受到了家庭暴力 你所说的家庭暴力 她是以什么样的行为 来进行的家庭暴力 我所说的家庭暴力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拳打脚踢 就是咱们说的肢体上发生冲突 第二个就是语言暴力 她能够一天三骂 一时一个脸 就是对人的精神上 和心理上的创伤非常大 像2000年的时候 我妈妈做胆结石手术 当时半夜两点 疼得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说就是要送医院 我父亲不管 没有办法 我当年七岁 和我姐姐十岁 送着我妈去了医院 半夜两点 趁着我妈到了医院 然后到那之后 她赶到了 在医院里大骂 泼闹 就说 就说我妈花钱败家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 我舅舅赶到医院 然后交的钱 签的字 因为签字的时候 她拒绝签字 生死攸关的时候 她拒绝签字 那你们向警察报过警吗 报过 我们曾多次找到警察 警察还曾到我家 做过笔录 然后当地的复联 还曾到我家 多次进行过协商 但是警察 警察走后 她依旧是这个样子 毫无改变 那家暴的结果 你妈妈 就你本人受过伤吗 去住过院吗 或者做过伤情检查 和鉴定吗 我妈妈受过伤 受过伤 我这个腿 就是她那个时候 叫我家伙说 隐蔽的我 把那个腿摔倒点的 把这个腿 闹得不是不能走了 并没有去做专门的伤情鉴定 对不对 没有 再补一个问题 就是三十年了 你都忍受这个家暴 没有想过感情已经破裂 提出离婚吗 我一说给她离婚 她就把我女儿保住来 可是我三十多岁了 养了我这大女儿 我舍不得留下孩子 我要是走掉 我这两个孩子 他们就长大 称不了人 也没有今天 这几年来 依然我都是我一个人 称的这个家庭 明白 好 来 以防联盟来 我老师 您是打算在女儿婚前 处理完这一切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我就这个意思是 婚前处理了 我女儿结婚时 她不再给我 再骚扰挠她了 我是这个 但是您要知道 即使她不是您的丈夫 但她还永远是 她孩子的父亲 不会因为跟你离了婚 她不闹 反而可能会因为 跟你离了婚 她越发地要来闹 自己孩子的这个婚礼 诅咒这一场婚姻 所以请您再想想看 我是结局离婚 她就是脑与不脑 结局离婚 李阿姨 这被家暴的哭酒 你喝了整整三十年 太不容易了 因为你可能感觉 我能忍就忍一忍 为了孩子 对对对 那就导致她的后果 她的变本加厉 肆无忌惮 另外我想问小冯 作为女儿 你刚才说 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作为父亲 她没有尽到 抚养的义务和责任 这我可能感觉 是不是你们对父亲 太有成见了 在整个这么多年来 你们是不是也经常 躲着父亲 甚至有时候就不理她呢 并没有这样 像今年过年的时候 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过年之前 我去家里面 因为她住在楼上 她让我们上去给她打扫卫生 我和我姐姐上楼 给她整整干了三天 因为打扫卫生 要洗漱 然后家里面的热水器 我们给用坏了 我们不敢跟她说 我和我姐姐 偷偷拿出我们工作的时候 打工挣了六百块钱 给她买了一个新的 谁知道 她的存折 放在热水器上面的 那个夹层里 然后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给她把热水器换了 回来她就是一顿马 差一点打到我和我姐身上 然后并把我和我姐 半夜往下面 楼下面就赶走了 过两天找到我们 让我带着她去当地的银行 去办 办理这个补办手续 毕竟存折丢了 还可以补办吗 补办的那一天 我去工作单位 工作到十点的时候 她给我打电话 打了三十多个电话 一顿马让我从工作单位 临时请假两个小时 回到我们当地银行给她办 我当时连滚带跑的 就从我们那块往回跑 车都从我身边 我差一点把我撞倒 我都没有说什么 我真的有个大大的问号 你理她干嘛 她说我要求不合理 你理她干嘛 因为我觉得 她毕竟是我父亲 不管是母亲也好 作为女儿也好 我们有时候 无意当中的软弱 加上沟通的这一些问题 导致她的变本加厉 而且你的父亲 我听到现在 我认为她是不可理喻的 但毕竟 你和你姐姐 和她是有血缘关系的 你们毕竟是女儿 她做得再差 这不如于你们的义 她毕竟是你们的父亲 你父亲做过精神病 方面的检查鉴定吗 没有做过 我感觉啊 还是要对她进行一下 精神病的一个检查鉴定 因为这个更像是 狂造型精神抑郁症 然后呢 发生到某些情况以后 才有这样激烈的反应 因为这不合常理 不合逻辑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查一查的好 我来从法律上 跟你们说一下 你刚才问的几个问题 首先 我们应该说呢 每个人的婚姻和家庭 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婚姻法的第32条 专门对于反对 家庭暴力 禁止家庭暴力 其次呢 我们国家还专门制定有 反家暴法 一 你可以向公安机关 报警 而且可以向公安机关 申请告诫书 这个告诫书一旦下达 你会首先在人身安全上 精神折磨上 受到保护 其次呢 像你现在 已经做出了 要离婚 那就可以到法院 去起诉离婚 在起诉离婚的时候 可以向法院 申请保护令 法院的保护令 一旦下达 那对他来讲 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力 如果他违反了保护令 那可能会对他 一 是要对他进行惩戒 可能会拘留 甚至 如果造成后果了 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在婚姻问题上 你离婚和结婚 它都是婚姻自由 我们国家婚姻自由的 基本原则 不光是结婚自由 离婚也是自由的 希望你能够 拿起法律的武器 坚决制止这种 侵犯你们家庭 人生安全 和精神上的痛苦 因为我们家现在是 在太原有一套房 在河北老家 有一个宅子 倘若他离婚之后 他把他这个房子 就是卖了 回了河北 他等他就是把他 所有的钱都挥霍光以后 反过来 来到太原 让我和我姐姐 进行赡养义务的时候 我想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两个问题 第一是财产分割 首先你妈妈提出 婚姻的离婚 这个起诉以后 可以对 所不动产 和存款 都可以进行保全 诉讼保全 这是第一 他不能轻易地转移 第二 已经离了婚了 他就不能够 再来去干扰 骚扰你妈妈 也不能够去向你们 主张一些非正常的 非法的主张 但是他老了之后 你们对他的赡养义务 仍然没有解除 所以基本上今天 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 对不对 是的 最后呢 就是住院 你姐姐的婚礼 一切都顺利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听到老师这么多的讲解 我也明白了很多 我父亲家暴三十年 有他的责任 也有我们的纵容 所以说 我们会及时向当地法院 申请人身保护 保护我和我母亲的人身安全 其次 再让我母亲 进行正常的法律程序 做到离婚 财产分择 公正 公平 最后 我父亲当他年老时 他该有的 赡养义务 我们还是应该尽的 感谢今天的老师 对我的讲解 谢谢老师们了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我姓张 来自河北 请说出你的困惑 去年 我在石家庄 通过中介买了一套二手房 跟房东签完合同的第二天 他就反悔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房价涨了 他让我给他加三万块钱 然后因为自己那会儿 也着急买房子 然后就给他加了 后来我们就到银行 办理了贷款 付了首付 并且约定要在 17年的5月1号前 交房子 在今年3月4号的时候 他给我们发来一个告知函 说我们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 在60个工作日内 将剩余的房款给他 说我们违约 要让我们赔钱 他说我们要不赔钱的话 就不腾房子 而且还有一个车位 说这个不给钱 就不交接这个车位 就是因为想尽快地 拿到这个房子 然后办完这些事 然后就给他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这个车位 让他使用一年半 最后也签了 我想问律师就是 签完合同之后 他又给我加三万块钱 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 然后车位 现在还能不能要回来 就是过户完了以后 你再想说 要不要把这三万 跟这车位要回来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这里有一个告知函 是我们求助人 跟当时的房东签订的 然后以及这个购房合同 你在签订合同之后 他就让你涨三万块钱 然后你就同意了 你就把这钱给他了 对吗 对 然后他使用了什么 威胁的这种手段吗 没有 后边那个车位的时候呢 他说如果不让我用这个车位 那我就不给你办这个车位的交接 也等于说 那我就不继续履行合同 是吧 对 他说你违约了 他说你超过了60天 还没给他付这个尾款 认为你违约 那你确实是超过60天 没付尾款吗 我们那个房本是在1月9号下来的 3月8号他收到的尾款 银行直接发到他的卡上 除了这个的话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钱没给他 没有 那也就是说 这三万块钱的增加 以及车位的给他去使用一段时间 都是为了您去让他继续 双方一起履行这个合同 您达成的一个妥协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套房子从签合同到今天 一共已经过去多少时间了 五个多月 五个多月 这套房子是涨了还是跌了 房子涨了 涨了多少 可能大概是四五十万 才五个月 已经涨了四五十万 你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你有时候也要为房东想一想 如果这个房子 他只出手五个月 那就是四五十万 在这件事情上 你退一步 双方海阔天空 你进一步 大家无路可走 其实现在我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定要为这个三万块钱 和这个车位的费用 要生这个事 因为当时是您主动也答应了这一切条件 只为了得到这套房 房子过户也给你了 当时你们之间这一些协议也签了 但是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也签了一个合同 他也让加了三万块钱 那谁叫你答应了呢 你也可以在那个时候说 这一桩买卖 在我看来已经不公平了 超出我自己的期待了 我不答应 就是当时已经 还给他交了一部分订金呢 就是如果当时 我们求助人处在那样的一个情况 他不答应这三万块钱 和不答应这一年半的这个车位使用权 对方就不给他进行交接的这个配合 那他是否还能够正常的交接 所有的合同都有两个过程 一个叫缔约阶段 人家说我卖房子多少钱 你说好 我买你房子多少钱 这个缔约过程就完成了 然后呢 就到了履约阶段 是在履约阶段 人家感到吃亏了 但是在合同法中间 是可以再次要约 但是你可以不回应 你要求他履约 如果他不履约 他就违约 违约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而且可以让法院 让他继续履行合同 现在呢 你在人家要约之后 你又同意了 那就新的合同达成了 那你就得履约 你现在又后悔了 你再次要约 我减低 人家不同意 你要什么去做呢 你就违约 人家要求你继续履约 而且要承担违约金 这就是这个事情的过程 他给我要那三万块钱的时候 那会儿他就属于是违约了 是吧 对 那会儿你可以不给他 那车位我还能要回来吗 一样的呀 跟三万块钱是一样的呀 所以小伙子啊 他把一套 涨势这么良好的二搜房 卖给你了 就算出一点感谢费吧 所以碰到类似于这样子的法律问题 他就早点来咨询 或早点来了解 可能比你当时那种匆忙的决定 会保护你保护的更多 好 好 谢谢你 听到几位律师的解答 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执法东法 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利 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我姓王 我是来自东北的 请说说您的困惑 我们家附近呢 有一个建成城这个开业呢 举办一个活动呢 叫亲子比赛 这个第一名的奖品呢 是一个几万元的这个汽车 这活动内容呢 就是大人背着孩子 孩子身上呢 绑着气球 然后互相碰撞 保证这个气球呢 在身上呢 多的呢 就获胜 我一看这个是汽车呀 这奖品呢 我就带女儿呢 就参加了 因为平时呢 我这个也经常这个运动嘛 所以说我和我女儿 这个实力呢 就是比较强 所以呢 我们很快就打败了对手了 然后 打败对手以后 这个主办方呢 就不给我们这奖品 说呢 因为你们这个 在比赛过程当中呢 造成了这个对方选手 有这个小伤 说让我们出这个医疗费 上这来呢 就是请各位老师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这个奖品 就主办方的承诺 我们就 想要这个奖品 因为我们是第一名吧 这个比赛有没有设定一定的参赛条件 就是对参赛人员 有没有什么条件上的要求呢 他什么都没有 那您 女儿多大了 我今年四十多了 我女儿今年二十 那其他参赛选手呢 他们小 他们都四五岁 他这个没有规定成年和这个 未成年 未成年 他只要是父子母女什么的就可以 是吧 对 当时您进到这个比赛的场地的时候 也没有人说不让您进 是吧 因为您背着 您女儿一看也就是成年人了嘛 对不对 进到场地的时候 主办方也没出来 人员 主拦 另外我们这对手也没有什么其他不满的地方 就是游戏直接就开始了 那也就是说你背着你的姑娘和别人背着小孩 然后互相后背相撞 然后撞的过程当中有人摔倒了是吗 又擦伤了 不是啊 他们那现场那小孩都看见我们这个体力啊 和这个身高啊 他就看着就躲 躲了 他就先摔倒了 倒是 摔倒了身上都是那种 插破的那个皮外的那个小伤 主办方不给你车的原因 就是说你没给出医疗费 也不是啊 年龄大这个医疗费也是一方面 他没这么直接说 他就是刁难我们 把你的资格取消以后 有没有第二个人拿到 第二名拿到这个车 没有 我觉得主办方不但应该给您车 还应该给您嘉奖 因为背着一个小孩玩这个游戏很容易 但背着一个那么大的女儿 还能够在这个游戏里头勇夺冠军 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我支持您 您不但应该找他要车 还应该再要一点别的鼓励啊 奖品之类的 王先生 你为了这个汽车奖品 确实有点不顾一切了 你看你背着二十岁的女儿 去撞击人家背着四五岁的孩子 你这就相当于都是机动车 但你是装甲车 人家是小轿车 这怎么撞的 你这样背着这么大的女儿上茶 必然会撞伤人家 也必然会插伤人家 这样的一个比赛 大家一看就明白 他是不公平的 他这个游戏他没设定这个年龄 现在获得第一名了 他有这么多说法 那他有道理吗 嗯 这个事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们来我们来请律师说 这里啊 有一条 就主办方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如果主办方是真的诚信 我就是要搞这比赛 只不过你得了这第一名呢 不合适 那么我把它给到下一个 我认为是第一名的人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并没有第二个人拿到这辆车 这反映了主办者是在反悔 是不愿意给奖品 王先生该怎么办呢现在 您现在在跟主办方去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可能不会说 你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这个活动 或者我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个活动 他可能还是会说 你来参与了 但是我认为你的年龄超过了 我认为你违规了 所以我要给你的这个东西不给了 对吧 主办方现在答复就是推托呗 只要主办方说你年龄大 你不应该参加 那就证明他办过这个活动 证明你参加过这个活动 证明你拿到了第一名 带着证人去一块做一个录音啊 或者说录像的这种证据保存吧 告诉你这样的 那个商场门前一定会有摄像 这是一个取证的方式 第二个那么多的人 再到法院去你起诉他 法院也会让他提供证据的 其实几位律师告诉你 第一 你再去找这主办方 把他跟您说的这些话 您年龄太大了 所以不给你发奖品 这些话录音录像录下来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然后再像我们这个律师说的 看看有没有监控 周围有没有人帮你做一下证明 那天有一个这样子的游奖游戏 你去了 而且还赢了 这样对你就很有力了 把几个证据收集起来 告他 这奖品你就能拿到 下回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 掂量一下 因为如果真的 给人家造成了一些比较大的 就是伤害啊或怎么样 您这还真是会有一点点麻烦呢 行 请感谢您今天来的 我也希望您接下来 这个维权之路顺利 尽快拿到你的小轿车 好不好 好 谢谢 需要和各位观众强调的是 我们律师所给出的咨询建议 完全基于求助人所讲述的内容 仅代表律师个人观点 不能作为影响法院裁定的依据 如果你也有法律上的困惑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顶级咨询微信公众号 我们将竭力为您服务 我们马上有请下一位求助人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我姓李来自北京 请说说你的困惑 今年4月25日发生了一起火灾 然后造成我们13家商户 货品全部被烧毁 损失金额达到1000万元左右 我认为这次造成这次火灾的主要责任者 一是有这个起火点 一号 他作为这个起火点 已经被公安机关逮捕 即将以这个失火罪为名义 被提起公诉 我们到时会提起这个民事赔偿 二是市场方 市场方作为建设者和监管者 他的消防措施不到位 报警不及时是造成我们这次火事 蔓延过快 过大 造成我们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私下跟这个市场方 进行过协商 市场说自己没有责任 然后这次我来想问这个律师 针对这个市场 不认账 说自己没有责任的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样 刚好我们有一个关于这一场火灾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他那个现场有化学物品吗 对 数量关键很多 现在我这里有一个当地消防支队 所给出的火灾事故认定书 但是我看到里面好像有责任人呢 在上面 对 一号作为起火点 然后排除人为纵火 排除这个电线自燃 是以这个失火罪 然后被逮捕的 就是说这次着火的直接责任人 是一号从他那点起来的 对 您是觉得说这次火灾 没有及时的扑灭 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是除了一号点起火了以后 是这个商场 它的消防措施不到位 还有等等其他原因造成的 对吗 对 对 对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去那个当地的消防支队 消防支队给我们 给我们了一个口头的答复 说这个采钢顶子 它的填充物是泡沫顶 耐火等级低 是造成这次火灾 迅速卖人的主要原因 除了一个说这个棚上 防火等级低之外 那比如说那个商场内的消防设施 能够使用吗 灭火器的摆放和数量 是否达到标准 这些呢 它那个屋内没有消防隔断 然后那个消防栓 一排17户总共有将近100米 只有两个 当时停有灵电也没法使用 那灭火器呢 每家商户有两个灭火器 然后事故发生之后 然后我们都去1号去救火去了 现在的话应该就是说 这个棚市您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您的损失是多少呢 我个人的损失是70万左右 那据您了解 这个1号商户 它的赔偿能力怎么样呢 它的赔偿能力 应该不够支付我们这么多人的 市场有给你们上保险吗 市场收取了 收取了我们每家商户150块钱 然后上了一个10万块钱的保险 以这个市场方 市场作为投保人 也作为受益人 保险赔偿了吗 保险现在没有赔偿 正在协商呢 你刚才也提到 其实这个市场是存在着安全隐患 甚至它的消防设施也不健全 是吧 对对对 这个隐患是你现在知道的 还是火灾之前就知道的 火灾之后才知道这个东西 从1号开始起火 1号家还没有找起来的情况下 然后那个烟 已经从那个房顶 埋燃到6号 6号到7号之间了 如果没有这些致命的隐患 可能火灾的后果 没有这么严重 对对对 现在你看 最终导致的结果 你就成了受害者 我想说的这个话的目的是 我们有时候 到了这样的一些市场当中 我们去租资 我们要对自己负责 我们的监管部门 我们要强化监管 但是我们的商户呢 我们也要留心眼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 赵先生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担心1号商铺 其实可能赔不了你们 所以想说大家一起看看 能不能跟市场 要赔偿 这也是一方面考虑 因为这个东西 火灾发生之后 这个确实是市场方有很大责任 但是市场说 我也损失很大 这房子是我的 我也烧掉了 是这样子 我们来听一下各位律师的解答 如果说市场方有错 即便他有损失 他也该赔偿就得赔偿 这个1号商户 他确实是有责任的 这个已经通过消防责任认定书 做出了 对吧 对 如果您真的有一个 心理上的怀疑说 这个1号商户 他确实可能不具备 这么高的赔偿能力 而您又认为说 商场方 市场方 存在一定的过错 你可以把商户和市场方 以侵权责任为由 一并诉到法院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那市场方 它是要举证的 来证明说 我的市场 物局是合理的 消防是没有问题的 他如果举证证明不出来这些东西 那可能它存在一定的过错 也需要就这个侵权 给您造成的实际损失 承担一定的责任 当然 1号商户 它更是不可去推脱的责任 明白了 所以那这么看起来 对于您来说 咱们要走的路也没有很复杂 对你们最有保障的方式 就是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要相信法律 好不好 明白了 好 谢谢你 好 现在我们到了大律师 回答小问题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网友 给我们大律师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没有新兴的业提问 我因为工作原因 患上了职业病 鉴定为九级工商 现在公司以各种理由排挤我 想让我自己离职 我该怎么维权 如果是已经被鉴定为 是工商九级的情况下 其实单位是不能在单方的去辞退员工的 除非是员工提出双方协商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即便是解除 公司和工商保险都需要向员工支付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这是公司要支付的 保险基金还要支付一个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所以如果是员工不同意 单位单方提出 这个合同不能解除 也解除不了 这是对劳动者的保护 但是这个排挤 还要看是怎么来排挤的 如果说是在工作岗位上面 薪酬上面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从而达到像 让他自己离职的话 那如果说这些是违反劳动合同 或者说违反劳动法的规定的时候 他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 当然我们说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是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来投诉 对于他企业的这种行为 明白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网友遥远的他提问 我家住在顶层 但是有一天通信公司 突然在我家楼上装了信号塔 信号塔的信号源应该会有辐射 我能要求通信公司拆除信号塔吗 信号塔对人体的伤害 这种辐射是肯定有的 那么现在安装时 你要必须跟我进行 争得我的同意 或者争得更多的邻居的同意 如果真的会影响健康 那应该拆除 如果不是影响健康 只是你有这种心理障碍 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所以这个还是要拿到一定科学根据的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顶级咨询微信公众号 我们将竭力为您服务 想要更好的生活 就要学会用法律解决问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